在台湾现在不少国人都想要雷尸打疫苗 不过尸打完第一剂之后 到底要隔多久再雷尸打第二剂是最有效呢 其实一般建议都是四周以上再来打第二剂会比较有效果 但是现在英国研究就指出了 如果你间隔的时间越长 也许这个保护力就会更厉害 我们带你看到的最新的英国研究显示出 接种过辉瑞BNT疫苗的话 如果你两剂间隔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能够产生的抗体就越多 而且专家就说了八周可能是最佳的间隔时间 因为有学者说八周 但有人认为更长一点的时间也许更好 他们就拿出这个间隔三周跟间隔十周 他们的效力来比一比 意会发现间隔十周的话 可以获得两倍的综合抗体 也就是说你的抗体会反而比较多一些 所以这个实验涵盖了变异病毒株 如果在十周以上的话 也许你还可以对抗Dilta的变异株 所以现在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是不是会延长各国两剂间隔的施打时间 值得观察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二十五